大家好,我是猫妮 最近市面上上市了非常多这种反季节的柑橘 大家看一下猫妮手中的这两个柑橘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它们外观上看上去非常的相似 但是里面区别可大了 比如它们的价格相差是非常悬殊的 并且口味尝起来甜度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今天就跟猫妮来看一下 这两种看似非常相似的柑橘究竟是什么品种 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颗 这一颗叫做丑干及丑菊 学名又叫不知火 又称秃顶干丑成丑八怪等 通常有些摊位上标注的是不知火和丑菊都是指的它 好了,刚刚介绍完了丑干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颗 这颗的学名叫做青剑 青剑呢 是以透露维塔甜橙与温州蜜干杂交而成的 所以呢,它是一种杂交品种 那么丑干和青剑啊 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点,看手感 丑干捏上去感觉到有一种发泡发胀的感觉 并且呢,非常的软 而青剑呢,按上去非常像既成的手感捏上去硬硬的 第二点,看外观 我们先来看一下丑干的果皮 外观看上去非常的粗糙,凹凸不平的 如果用人的皮肤来形容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的毛孔非常的大 就像长年长痘,上面的凹凸不平像月球表面一样 而青剑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孔是很小的 并且摸上去呢,也会更加的细腻光滑 再来看一下丑干的果地 果地的这里呢,是凸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丑干又叫凸顶局 它呢,是有脖子的 而这一颗青剑呢,上面呢,是平的 基本上呢,是没有脖子的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丑干的这个果旗部分 果旗呢,相当于是一个人的肚脐眼一样 这个丑干的肚脐眼呢,要稍微大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下,青剑的肚脐眼呢,要稍微小一些 所以呢,其实外观上我们只要仔细区分 区别还是挺大的 第三点,看内里 我首先呢,将这个丑干剥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丑干呢,非常好剥开 我现在呢,已经剥开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果肉呢,很容易分离 虽然看上去很干,但是吃在口中呢,汁水却特别的多 非常的甜 我再来剥开,轻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里剥起来了,非常的困难 这个皮非常的硬,很难剥开 剥上去很像寄成的感觉 这个青剑剥开以后,里面水分很充足 但是尝上去呢,味道却不如丑干这么的甜 好了,做完两者之间的对比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之间究竟什么区别 像四川成都这边呢,丑干是7元一斤 而这个青剑呢,是10元钱就可以买到3斤 所以呢,丑干啊,是要贵很多的 口感和甜度上面呢,也会更胜一筹 好了,下期看完这些呢,大家一定应该明白了 丑干和青剑的区别了 现在呢,很多商家乱标价格 结果我们最后买到家呢,尝到这个甜度和口感以后 才发现两者之间呢,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下次买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区别了 我是猫林,想了解更多 新鲜有趣的小妙照,欢迎在评论下方顺受第一个关注吧